苹果公司已经同意向意大利政府支付3.18亿欧元的罚款 从而结束意大利税务部门对于苹果展开的偷税漏市的调查 意大利税务局今年3月初认定苹果在意大利涉嫌逃税约至8.79亿欧元 调查结果显示在2008年至2013年间 苹果利用爱尔兰附属机构减少应纳税收入 从而减少了应纳税额